不过,不等楚清禾心中付费太久,面前的腰月五指弯曲成爪下快速地抓向楚清禾胸口,速度比起之前竟是又快了几分。 见此,楚清禾翻了个白眼后,手掌也是同样抬起然后然后快速和腰月挥向自己的手掌轻拍。 手掌破空间,周围竟然是血色环绕。 以腰月的眼力近,一眼便认出楚清禾现在所用的正是曲飞烟这段时间每日修炼的血煞掌。 而且,看其使用间周围血气环绕的感觉,其血煞掌掌握的层次比起曲飞烟还要高。 对此,腰月心中轻移一声,但拍向楚清禾的动作依旧不变。 下一瞬,随着两人的手掌相对,感受着自己手掌上传来的力道,腰月眉头轻挑。 竟是反扑归真净的血煞掌。 随后,腰月手掌翻动甩向楚清禾肩,口中也是开口道,虽然是压制了修为和实力,但你拿着玄阶的垃圾舞穴和本作交手,未免有些太瞧不起本作了吧。 声音落下的同时,随着腰月的手掌突入楚清禾身前距离还有三尺的距离,楚清禾默然感觉到一股犀利从腰月的手中迸发。 在这一股力道将楚清禾包围的情况下,竟是让楚清禾忍不住被拉向腰月。 若是任由这犀利的拉扯,结果就是楚清禾的胸口会主动撞向腰月的手掌。 面对此时,腰月所用出的武学,楚清禾眉头轻挑。 下一瞬,冲销的剑气骤然自楚清禾的身体之中迸发。 内力凝聚之下混着这凌冽的剑意,竟是瞬间将腰月通过一花结玉笼向楚清禾的这股奇特的力道撕碎得干干净净。 同时,几股剑形内力快速地从楚清禾的胸口迸发向着腰月积射而去。 只是,当这些剑形内力距离腰月上且还有一寸的距离时,这剑形内力之中,一股特殊的锋芒瞬间迸发,竟是直接将腰月的护体真气撕开了一部分。 但可惜的是,随着护体真气被撕开,这几股内力的能量也是消耗殆尽。 可即便如此,这一幕依旧是让腰月以及旁边的东方不败神色多了几分诧异。 要知道,到了腰月这样宗师境的修为,一身内力转化成为真气,周天流转下,寻常舞者难破。 但楚清河不过才区区二流圆满的修为,这几道内力竟是能够破开腰月本身的护体真气。 这一点,即便是寻常的先天境舞者都难以做到。 这就是圆满级的建议吗? 果然强大。 感受着方才楚清河内力之中蕴含的那股锋芮之感,腰月心中微柄。 对于意境的强大,腰月此前从书中观察也是有所了解,但真实感受建议还是第一次。 此时,亲自感受后,腰月发现这建议的强大甚至还在腰月预想之上。 随后,腰月白皙的手掌翻转,本身的实力再次提升几分,快速地栖身而上。 愿中,随着楚清河以及腰月在这满园的植株上来回的挪移,两人交手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快。 而腰月的神情也是从之前的漫不经心逐渐地诧异。 站在去飞烟旁边的东方不败也是忽然开口道,没想到,他的战斗风格竟然如此老练。 听到东方不败这话,去飞烟顿时开口道,公子的战斗技巧很高吗? 东方不败点头,恩了一声道,单单论他战斗时的出招以及反应来看,绝非寻常舞者能比,倒是像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的战斗一样,每次出手时,都是恰到好处。 说着,东方不败眼中也是泛起一抹惊叹。 如果说,楚清河是身处日月神教这样的江湖门派,身经百战倒是不奇怪。 但偏偏楚清河身处于水城这样的小地方,这老城的战斗风格,就是来得有点莫名了。 最后,东方不败也只能将这些归咎为天赋。 毕竟天才这种生物,向来就是不讲理的存在。 东方不败这边看得饶有兴致,可旁边的曲飞烟确实难受了。 此时此刻,随着腰月使用的实力再次增多,两人交手间的速度已经是让一旁的曲飞烟有了一种眼花缭乱之感。 简单来说,就是完全看不清楚。 这一刻,曲飞烟发现,观战高手对决有助于提升实力什么的都是骗人的。 实力不够,别说是观战了,就连别人出手的动作都看不清楚,也就听个想罢了,哪里来的提升? 打击自尊心还差不多。 战斗持续了将近半刻钟的时间。 伴随着双掌相对,楚清禾的身体飘然后撤了数步后,楚清禾却是没有再次动手,而是身体轻飘飘地落于石桌旁边。 不打了?你这太赖皮了。 明明楚清禾是一开始准备仗着修为高欺负欺负腰月的。 哪里想得到腰月越来越赖皮? 之前战斗时,腰月实力维持到一流圆满境界的时候还好。 毕竟楚清禾之前可是用了一个月的战斗模拟器,用身经百战来形容毫不为过。 可到了刚刚,腰月出手间分明都已经是用出了先天境中期水准的实力了。 楚清禾就算是再强,也不可能跨越这么多境界。 听着楚清禾的话,此时立于院中一株月迹之上的腰月轻轻笑了笑,身体也是在空中划过一道轨迹,然后落于石桌旁边。 一旁的曲飞烟见此,则是凑了上来。 月姐姐,公子的实力如何? 落坐在楚清禾身旁的腰月文言缓声道,先天静下,无人可敌。 顿了一下后,腰月补充道,若是对标普通舞者的话,或许寻常先天境中期的舞者实力比他也要略逊一筹。 舞者这东西,到底也是分为三六九等。 普通舞者和天交舞者之间,即便是同等修为,实力也是天差地别,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曲飞烟眼睛一瞪道,真的这么强? 拿着水杯喝了一口的楚清禾撇了一眼去飞烟后美好气道,说的跟骗你我能多一个铜板的好处似的。 撇了撇嘴后,曲飞烟又是问道,公子你之前怎么做到接连突破三个境界的? 面对曲飞烟所问,楚清禾想了想后说道,后机薄发吧。 后机,薄发? 只是,听着楚清禾给初的解释,曲飞烟却是小脸一黑,一口槽不知道从何吐起。 挤嘻后,曲飞烟才是看着楚清和悠悠开口道,公子你要是觉得我傻就直说,不用这么委婉说这样的话。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明镜